HELLO 大家好,我繼續回到Pokemon的繪耀之影 上次說到應該是打飛人道古的 但由於我上次不夠打 所以我們就來到下一個城鎮 其實我想買一些道具給超夢夢 還有先看看我們的等級,其實非常高 比起以前已經高了很多 超夢夢50,但他還是沒有技能給他的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他的六圍的確非常出色 其中的三樣,就是速度、特攻和脈攻 這三樣是特別高的 令我想起,可能有一隻攻擊型態的代優奇希斯 其實應該跟他相似 其餘那些你見他只有124攻 你看得出神獸的分別在哪裡 直接高六十多數值 至於速度來說,依然都是他第一 如果我們有一些厲害的技能給他 其實我們贏硬,找贏 絕對不會怕輸 但首先我們要進到這個超市 這個商場門口 先打贏了這個敬敵 這個敬敵已經60%了 已經瘋了 可以直接碎岩 不是呀,神經病 用不貴的碎岩 用不貴的碎岩 應該是岩石蜂 臨別傳遞禮物 劍尾 可以看見了這個淺山雅頂 好 三下劍尾 然後解狀態 萬能藥 另外岩石蜂 我想三次應該有夠傷 駱天河銅 罕天河銅比較麻煩 開始了 叫聲 碎岩 鹽石蜂,喂,吃藥,藥脂訓練家 好,我決定開六下劍尾 嘩,不會痛的 應該可以的,可以開一次 鹽石蜂,下一隻也是用鹽石蜂 嘩,剩下兩隻血,用鹽蟲,鹽石蜂 巨絞怪,水系,沖浪,其實未必死 70呢,贏硬,賺贏,怎麼會70呢 誇張太誇張,70呢 70呢,可以怎麼打 嘩,完全打不入,怎麼打70呢 沒理由劇毒流,因為我沒辦法劇毒流 因為 超過門用劇毒都行不行 嘩,超過門用劇毒都行 我剛才醒起 我們洗走 我們洗走... 洗走哪隻號呢,洗走沖浪先 我突然間醒起,也有這個玩法 什麼啊,不想忘記,為什麼 為什麼 蛤,為什麼會不想忘記呢 為什麼 為什麼會不想忘記呢 蛤,難道他人工智能,有自己自我意識 那怎麼辦 算了 我就是欠招劇毒 唉 很難打啊 這就是 如果超過門用劇毒 那應該會贏 好了 算了,我們不要什麼 我們不打這個 我們不如直接回去打飛人系道館 打完飛人系道館再想其他 因為有招飛人系,我可以到處去撿招式機 差很遠 現在我撿不到招式機 要被迫在這裡 又不知去哪裡 所以我們先回去 現在試試看打不打贏這個門口 門口那些我都打光了 用來升 但是唯獨這兩個,他懂Mega的情況 我就不敢打了 直接岩石方 好像未必可以 棉花防守 怪力 怪力 OK 鐵戰掌應該我會死 壓你多 大劍鬼的水流噴蛇 灰開忍 水流噴蛇 喇叭 不,完了他就 嘩 這樣也輸給你 這隻小鳥 好厲害好厲害 有點慢了 到這個 大肥料 什麼大肥料 什麼大肥料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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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藍石器太低傷 打不死人 哈哈 太低傷 完全沒有什麼作用 打他們 嘩,盲幹也有 熱戰爪好像要輸了 嘩,真的要輸了 雜技 他滿血所以什麼 他滿血所以 所以是那個叫什麼 仙制 順風 劍尾 對 再見 贏了吧 還不贏 加了攻擊贏 差點輸 烈戰爪 太不機了 烈戰爪 邪惡之物 好 好 這裡 好 然後我們看看管主 管主 看看能不能打 這裡 一開頭 下個魚 這裡 照落魚 這裡 小雷魚 大劍鬼先 烈戰爪 水流噴射 因為他有仙制 有仙制 好像不行 好像 怎麼都會被他打 下我們會被害人 然後 被害人 下會補血 水流噴射 熱帶龍 超夢夢 劍尾 大晴天 即是他會用養魂的炎 岩石峰 一熱射過來 沒有血 下隻是甚麼 岩石峰殺 殺不到 但是打了一大半 OK 大劍鬼的報復 報復不行 背開刃 打不同他 蝸蟲 蝸蟲 阿里多斯 大劍鬼 水流噴射 盔甲鳥 喔 輸了 我欠火系 我真的火和雷系 我就會贏了 瘋狂復帝有沒有人學到 沒有 過熱呢 超夢夢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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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尾 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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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流噴射 熱帶龍 可不可以馬上殺死他 好像未必可以 差一點點 如果中間那邊可以捱到 捱到什麼就OK 如果中間那邊即是打熱帶龍的時候 超夢夢可以用來強化呢 那就有機會贏了 但是如果不是就會輸 會輸 哎呀 竟然不會血這裏 傷害太低了 竟然不會血這傢伙 現在我夢先吧 劍尾 其實我覺得可以劍尾多一下 這麼多差一點 這麼多差一點才死 OK 放回果實 我之前有買到果實 可以加攻擊力 大劍鬼也是 放過加攻什麼 魚妻 劍尾 再劍尾 OK 岩石峰應該殺了 三級攻擊現在 這隻都應該會死 三級攻 沒錯 虧格鳥可以害怕 虧格鳥難說 回來 距 水是可以的 OK 打得不多 但是沒辦法 大劍鬼 背餻 背餻 我 cook藥 你吃藥 我也吃藥 大家一起吃藥 看B的藥多 哇 he真的有 你真的有那些藥,OK,搞定 七隻青年我們用劇毒,他已經60了 龍色,不要死,不要麻痺 OK,劇毒就行了,吃藥,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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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藥 哈哈哈哈,藥之分為何不是藥得虛榮的,各位 和這些靠藥的訓練師打,真是侮辱的 有些料到,這個 這個吃藥劇毒大化,太厲害了 我想這個方法應該任何遊戲都做到,任何遊戲都做得到 任何天王都用到,不算他們特意限制著你,不讓你吃藥 這個戰術太可怕了 這個戰術 不過我沒有辦法,因為真的太過難打 一來一來,二來就是 我沒有一個精靈 我沒有一些可以克制對面的精靈 OK,其實我們差不多就要再抽 抽精靈,道具可能也要抽,精靈也要抽 很多東西也要抽 比如,一六萬元可以抽一抽 算了,不要,等多一點錢 我怕怕 現在打不打好呢? 算了,不要打了 不如去送神火山吧 下方送神火山 對,先送神火山 神經病 主力升超夢夢 超夢夢 超夢夢變成我們最強力的戰力了 現在 威斯 用錯技 他有的這個,隨時隨地都回血的真的很好用 下盤踢,不知道超夢夢能否學到呢? 學到啊 這個是降低對手速度65 65 沒什麼用 65的話 65太低了,太少了 黑暗媽 OK 水艦隊 五十五的爛水源 滾水啊 一個滾水馬上把我收回 神經病 神經病 要打雙打啊 怪力 一下打到這樣 超夢夢都贏不了啊 太過分了 真的要打雙打啊? 好 下雨 不要以為送神火山不用下雨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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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整個天理改了啊 嘩 易打 看得出易打這個 三十幾呢 看得出易打 好 加了弓之後他就準備玩完了 這裡用 怪力打這隻 背海印這隻 好 再來 這樣 OK 可以 完成 被人偷走了 寶珠 火岩隊之證 然後應該要去火山吧 就是這個火岩陣的 下一下去 然後再上回去 這裡 是不是這裡 衝浪 衝浪 OK OK 對了 打完這個火岩隊的劇情 再打雙場的勁敵 小拳石 應該沒有改到 那些 蟲應該 有啊 竟然有化石蟲 在這裡 鴨嘴火龍 厲害啊 這些鴨嘴火龍 嘩 火暴手 嘩 這隻燒死了 厲害 衝浪 衝浪 這時候有超能力的啊 超夢夢的人 這隻是假的 這隻超猛狼 這裡打什麼 衝浪水流分射 小拳石 是不是這裡 好像是 我記得有個遊戲 好像要在這裡打不知道什麼 我記得有個遊戲是打這裡 這裡不知道有個閃耀團 之前打過一個版本 但我忘記 哎呀 忘記是哪個版本 打得太多了 玩過太多6寶4了 我都忘記了 是不是七黑的微型 好像是 是不是七黑的微型 突然忘記了是什麼版本 什麼 一個熱風 這裡 不是這裡 衝浪 說Mega進化 Oh no,有Mega收了那檔 彈龜,小拳石,PP最大劑 打魔法法,殺 金色豬 那裡有個入口,為什麼 這個出去 對,這個出去 岩石蜂 沖浪死 4倍水弱點 這隻 這隻應該我不夠打 格鬥是 轉 起死回生 色違的火焰計 對 沖浪 貝賀人 立刻殺了他 他要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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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石蜂 這隻 貝賀人 完全打不進 好 好 大禍了 天反 圓筒 不對,要輸了 這裡 哇,又在頭嗎? 不是吧?原來我這麼久沒救了 回去了 看這裡這麼多打 劍尾,悔害真 他也用劍尾? 直接衝浪 OK可以 為什麼他睡了? 是不是大樓圈做了一些事情? 剛才我也沒看到 岩石蜂 換衣貝 換衣貝出去死 換衣貝出去死 假子虹 衝浪 覺得這麼少 衝浪 直衝鑽 直衝鑽沒中 現在才中 輸吧 為什麼這裡會打雙打? 這個雙打,難打 健美 猛狀 挑撥 聚氣 挑撥 現在沒有睡覺了 岩石蜂 其實應該要先打死大樓圈 大樓圈黑著我 先打死大樓圈 先打死大樓圈 其實可能是一開始打死大樓圈 才會好 還是死了 直衝鑽這隻 水流噴死這隻 好難打 怎麼這麼難打 這裡 下雨下雨 一感覺到有 一感覺到有難打 馬上下雨 衝浪加水流 背寒忍這隻 整個遊戲相差很遠 整個遊戲相差很遠 背寒忍這隻 剛才那隻火焰雞加速之後 火焰雞加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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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超夢夢 開忍吧 超夢 差字幅 這裡太難打了 難怪了 他用了康獻 那隻大樓圈 一隻小羊 原筒 電光石斑 OK 超夢夢的 衝浪背寒 水流噴火 衝浪背寒 水流噴火 這樣啊差點 好厲害 兩個人一起吃藥 有沒有這麼喜歡吃藥 要做 加油,天氣差很遠 天氣真的很有用 好了,首領了,究竟首領會不會有輸呢? 60呢?他黑著我 噴射火焰都打死我 喔,水珠出場 撐啊,太陽 然後下太陽自己 太過分了 岩石蜂 還有岩石蜂 噢 恐龍 二倍先 雙刃頭鎚 噢,不,好像不敢打 正在下雨 下雨 下雨 超夢夢都捱不到一招 嘗試裝下半滴給超夢夢 噢,不,不能喝 沒有位置喝 洗走一隻鴨 封面 我們唯有打他 劍尾 噴煙 一噴就死了 打不贏 我想想怎樣打先 今集時間玩了這麼多 現在這遊戲玩得很辛苦 後面不知道為什麼很厲害 我懷疑四天王又要100 好,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拜拜